但是我 我我是要要美金 哦美金 呃五个 同位数 哦不好意思 am your sister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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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就要上一台车了哈 啊两台 你从哪来然后从 你好烦啊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刚刚其实在聊那个mvti 请问你你们是 我是en fp 快乐小狗 我叫那个什么 e e p s e 什么 叫你企业家那个 亨瑞以前呢 他以前是一人现在是哀人了 你问他哀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是很一就很很 嗯但是我现在是哀 我 爱你 爱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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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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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又有人接了 有人接了 好了我们就把把他交给你了 因为今天我们还有一整天 哇 所以我准备了很多很多精彩的一些画 因为我是刘宪华 所以准备了很多画 这个不好笑吗 不好笑吗 好笑 哦 my god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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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谢谢 你们两个要 还有谢谢 要当好朋友 哦我觉得 我我可以跟你一起待在一起 我可以啊 你叫刘宪华 我叫刘维 我们是一家 因为我们都姓刘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有谁 第一次西湖游船 我船 我也是第一次 但我有去过西湖 有很多版本 它有那种大一点的船 有点像那种水上巴士 哦或者或者摇的那种船 摇的那种 摇的那种船就 我做过 我当时跟三个朋友 就坐那种很小的那种小船 然后我想想的是 到西湖上面去说八卦 刚划车去那个船夫 杨毕老师哈喽 哈哈哈哈 我一个八卦没说 7% 百分之 才听懂7% 没有我是说我给你的分是7% 分之7 什么分 什么分 他给我的这个story的分 那什么story 哈哈哈哈 我刚才那个story 是搞笑的程度吗 不只是搞笑 就是内容的丰富感 是不是啊 是不是你只懂了 我先我先走了 真的 哈哈 我在节目上讲个故事 居然还用打分 我先走了 哈哈哈哈 这个 这个100分 这个100分吗 这个100分 因为我 因为我在节目上被综艺判官 被审判了 我要我要离开了 讲了个故事圈 打了分 哎啊阿萨阿萨哭了 现在为什么哭 没有 小的表演 哦 哈哈哈哈 哦对 哦对 导演可以把那个直接剪到现在 剪到现在 i love you 可以可以 对对对 然后 你偷我的故事 我先这是 偷反 终于是还有这种什么偷反应 满足 我以前是很低就很低 但是我现在是 i i love you oh my god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阿萨阿萨哭了现在 为什么哭 瞧了 表演 呜 好过分啊 你偷我的反应 哈哈哈哈 可以现在听吗 哇哇哇哇 哇小提琴超厉害 你不应该叫刘宪华 应该叫刘采刘采华 好再来一个321 我终于 好 愿意 好 大家刚刚体验的这个是我们杭州人啊 著名的过山车公路杨宫堤 它其实是一条西湖边很普通的路 但它上面有六座桥 这条路就是现在它本来有一个194路公交车就是在这条路上的 今年呢它开始把这个公交车也喷成了过山车的外观 还加了分贝仪 哇还加了分贝仪 大家也叫它杭州三块钱的过山车 这个地方很熟 它有好几个非常高的坡 然后我有一次因为我我那个我家住着这个就景区附近 然后我直播在那个滨江 我也要路过吗每次 每次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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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继续哈 继续我们迪哥继续给我们这次起一个调 好我们来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 那中的娘请和神多小亮 我终于 哇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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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 哇 好丝雷好丝雷 好好玩哦 好刺激 真的很猛耶 就是这里真的是平时我们不管是家庭出游还是外地的有朋友来我们真的会带他们来开这条路 好刺激 到西湖喽 这床好大啊 哇这都已经是个画坊的感觉 哇好漂亮啊 哇哦 这是船吗 这是宫殿我觉得这是 哎 我就在这个船上聊八卦没聊成 哈哈哈哈 聊聊好吃啊 聊聊 哈哈哈哈 哇这么大的船啊 对啊 各位朋友们请坐 请坐 我在这纵观全局 那欢迎大家来到杭州西湖 西湖是中国第一个免费开放的5A级景区 烟雨朦胧的那种感觉就很像是水墨画 哇 好看好看起雾了刚才 现在就一起走进制服山水画来感受一下西湖的宁静和幽远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旅行团还有一位预备成员 还有人 还有人 谁啊 鲜活少年林秋南 林秋南是谁 我认识秋南 秋南在哪 在哪 老师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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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南 帅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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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假的 吓我 他很厉害 迪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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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有一位有这种能力的小伙伴没有来 名号 他可以连续空中翻了又翻那种 他是切平风的徒弟 哇 好厉害 我介绍一下秋南 秋南八岁就获得了世界跆拳道冠军 哇 真功夫 被网友誉为 中国最能打的小孩 哇 16岁就拿了一百多个冠军 接下来呢 林秋南会加入我们的清华旅行团一起 体验我们这个烟火幸福 昨天呢 我们征集了大家最想在西湖游船上做的事 那么接下来你们需要完成这个挑战 才能获得实现心愿的机会 这个挑战呢 就是全员默契问答 我们准备了十道和大家有关的题目 你们要同时做答圈或者插 一致答对五道题 就算挑战成功 这个太难了 就看彼此了不了解 大家用余光多看看当事人啊 但是你真的右边的余光能看见人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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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错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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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红其实就是一个寓意 红大 对 但是因为这个字作为名字的结尾太大了 所以说用一个平凡的翻译压一下这个字 叫黄子红 对 感觉挺有智慧的 很有想法 大概就是这种提醒朋友们了解了 OK 亲妹妹结婚 杨迪只给了四百块份子钱 三 他是这样的人 二 一 回答错误 好逼真的故事啊 就给四百 对啊他就这样 你得给五百之后的 干嘛 张绍涵不相信 我不相信 因为我觉得他给不出四百这么多 多了 多了 一般都是一八八 你那么多的人 你要好好解释这个事 我要解释我真的要解释 这个简直了都怪我妈 我其实想给多一点 然后我妈说不用给他那么多 他收那个台里的收挺多了 然后你给他们那么多他还乱用 你就可以给他买点家电啊什么的就好的 那你为什么不整点吉利 什么八百啊六百 对啊你为什么四呢 有点出入 但就没有没有想象那么多 四八八吧好像是 哈哈哈 也挺吉利的 哈哈哈 四十方 多人迷发啊搞英诱的啊搞英诱的 搞英诱的 哈哈哈 哈哈哈 迪哥我我这个我同意 是不是 没有因为我妹妹也结婚了 啊你怎么说啊 然后呢我当时也想给他很 就 很多钱 很多钱啊 然后我妈妈也是想一一模一样的 不要给他太多 但是我还是 还是偷偷给了 比 比 比他多 哇 嗯 要这样说的话 我后续这几年给的太多了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我是用用美金 啊美金 呃五个 吴威硕 哦 不不好意思 I'm your sister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利六岁就为了学小提琴 住在老师家每天练琴八小时 三 我信 二 二 一 肯定是真的吧 我也觉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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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们也不试相看他换了不换一下 没有他一直都不出还看我们 对你给我们个眼神也好啊 哎呦我我慢了 那错在哪里呢 六个小时有点夸张了 但是当时呢老师他坐在那里哦哦哦 哦他就有一个这个 是一个俄俄罗斯的老师啊 Russia 啊 t game t what 会 我十岁就搬到我老师家 我小时候没有出去玩过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朋友 那有放松的时候吗 我当时有偷 比如说因为站着那么久 会脚会痛 我就偷这样子 靠着墙 骗你 他就骂我 所以我现在 我的这些笑话才会不好笑 我喜欢吃醋 我叫刘仙华 我爱你 哇哇哦 我想对大家道歉一下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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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理解你了 这好笑不用刻意的 你开心就好 对你开心是最好笑的 我我逗大家开心我才开心 你坐在这就好笑 刘伟别再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我发现亨瑞跟朗朗哥很像 朗朗哥小时候也是一直练琴 所以朗朗哥录青春环境第二季 他觉得在这里找到了很多童年 没有玩到的很多东西 最怕不错 最怕不错 就这种感觉真的是的呀 就我们可以在这陪你好好玩一玩 之前没有玩到的 一起来玩好不好 好好好 谢谢一起玩起来 谢谢谢谢 对开心 其实我我我想了 当时我很很辛苦 不想练 但是呢现在我会想 如果可以 再长一点 我会会再长一点 我跟你讲 我以前小的时候 是吹那个萨克斯风的 然后吹了五年 我就放弃了 这是啥呀 就因为我妈跟我说要努力学习 就没有时间练了 其实你很想 我现在家里萨克斯风还放到那里 但我已经不会吹了 我所以我理解他 就是如果真的那个时候 我再坚持坚持 可能我现在有闷进 我也懂 我也学过Vali 哦 对但没坚持 没坚持 没坚持 我没学过V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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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 Vali 因为你们都在说Vala V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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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i Vali 嗯 你学的哪个乐器学的最多 钢琴学的早 Payona Payona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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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子霄高中的时候 带领全班唱TWINS的歌 3 2 1 冰 TWINS本人在 不会假的 回答正确 你在哪里读书 我在东北 看广东歌啊 因为那个是正好赶上 就快毕业了 然后当时 他们那个组合 就非常青春洋溢 然后包括那个歌词 写的也是非常怀念 毕业的时候 是什么歌啊 我们的纪念词 现在还会唱播 初始祥 会 哎那个那个副歌第一句是叫 我也忘记 说 哈 是 是的 快將接近聖年 快將接近聖年 再高階我科技奔業水面 再任別再次明天 升級我天明對我表現 還沒學習怎麼紀念重招 變發覺要等得更好明天 做多多樂見 以後不知會點 大哥當然會先天 再過多年為新兵 我這輩子和阿薩唱歌 我演唱會唱這首歌 我都會很想哭 那這次是第一次見到阿薩嗎 對 我其實我特別激動 怪不得他這次好狙擊 他以前不這樣 他是我就是在高中那個時候 女神 對 然後呢 我其實 我說阿薩和那個阿嬌兩個人我都見過 阿嬌是有一次趙麗穎帶我拍戲 我說你帶我去探班去探她的班 我就見到阿嬌 然後我這遠遠的看著她一下 我就覺得啊 我這這個童年的願望就已經很開心 然後呢 今天來這個我怎麼 見到阿薩了 最最緊張 終於在你的戲裡合體 哇 人家到現在都有你演唱會的DVD 很多都有 哇 謝謝 謝謝 圓夢了今天朱子香 是嗎 張少涵每個小時都要用手機訂鬧鐘提醒他養生 三 每個小時 二 一 好像我不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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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了三个小时了 也没见你的闹钟想过呀 我总不能站起来 要这个时辰要拍腰 就想着每个小时有点太 真的每个小时 会做什么 呃 比如说大概呃 三点到五点左右吧 我就开始拍腰补肾 拍腰补肾 你会吃什么黑豆黑米那些的吗 我吃东西反正就是比较健康吧 然后就不会有太多 太太重口味的东西 然后我不吃辣 尽量不吃甜 我们来这全吃这些东西 对酸蛋吃早吃吃去骨的 那可以吃呢吃吃看 都老肥了吧 别来 你是这个是哪学的呢 这个拍 看书 看书上教的 我不管再怎么晚睡 工作再怎么累 我早上都是八点四十分 一定会起床 我有听过这个 对 九点之前 你也很养生吧 我之前真的有试过 有一段时间 那会儿有什么 什么招录 就要砍那个点 吸那个 天地之精华 我到最后是我家里的姐姐 我在还在睡上 然后她就进来 然后 然后 九点钟之前有一个那种 手卷 哈哈哈 但我是没有醒的 哈哈哈 朱紫霄给纪凌晨的微信备注名是贵人 三 肯定是真的 二 一 假错误 现在就给我备注起来快点 你说是对 你就说是真的 真的 为什么 是我的贵人 但是也不一定要备注成贵人 你备注的是那个 答应备注的 备注成贵妃 哈哈哈哈 没有我把所有微信的名字就都备注成本人的名字 为什么是贵 因为我们俩就是节目里面的一些这个表情包啊 就是让大家重新看到我们 对 然后我觉得说哎还挺好的 走吧你 你必死 走吧你 啊 你必有病死 走吧你 啊 你必有病死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你为什么要表演会飞 每一个字都没错 就是我们两个选一个机会 然后人家已经说就选你们了 他说不用选我们pk一下再选 然后结果批输了 我就 懵了 什么 哈哈哈 就是有点小不开心 大不开心来讲 大不敬对我们的贵人 对贵人施暴 哈哈哈 小不开心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本来给大家准备的那个心愿时间以及我们的茶点 现在大家都无法平常 还有茶点啊 哇这个好哎 秋南 秋 现在拿秋南疼不开手 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 这个可以 哎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好啊 这个这个看起来 我们在哎 我们就就闻一下吗 闻一下吗 闻一下 哎 哈哈哈 哎少了一个 哎 怎么 叫监控 秋南 没事 没事 秋南 还是不够敏锐哈 秋南 请诗仙老师尝一下吧 拿一个尝一下 我想吃这个 我们现在就回岸边了 但说实话我们刚答题过程中难道不是在聊八卦吗 哈哈哈哈 对 一群人太八卦了 一直在聊 刚才西湖的愿望失败了你们有还记得想西湖干嘛吗 我愿望很简单 我想让大家每个人给我录段BCR 这ok的呀 你西湖的愿望是什么 就是皇子的 生日 很想为他 唱一个祝你生日快乐 啊 本来就要正想在在那个在船上 但是 大家都 没有完成 哇 你说的清楚一点哦 你要好好解释这个 我要解释我真的要解释 哎呦我我我慢了 那好暖 哇 大家皇子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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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子欧才 生日快乐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特别的意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在这要了一个大家的祝福 对对对